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世界各国军事实力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而日本军事实力也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提升 并加大了对各种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力度 以及航母化的改造工作 2022年3月9日 日本防卫省公布消息称 日本新型常规潜艇大惊号正式入役 并刷新了日本常规潜艇最大吨位的记录 排水量达到了3000吨 报道称 日本政府提出把潜艇从16艘增强至22艘的计划已经完成 大惊号将被部署在横曲鹤军事基地 主要负责日本周边的警戒监控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潜艇大惊级潜艇 大惊级潜艇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在苍龙级之后发展的新型攻击型潜艇 本级潜艇目前共有两艘 此次举行入役仪式的是 大惊级潜艇首艇大惊号 二号艇白惊号于2021年10月 在川崎重工神户造船场 举行命名于下水仪式 并将于2023年3月编入海上自卫队 大惊号这个名字 源自二战期间日本一艘舰艇 大惊级潜水母舰 这一级舰有大惊号一艘舰 于1942年改造为航空母舰龙凤号 1945年11月初级 其实日本还有另外一些舰艇 同样沿用了二战期间的舰艇名号 如加克号驱逐舰 沿用了二战珍珠港式舰 突击航母之一 加克号航空母舰舰名 而初云号驱逐舰 则沿用了二战时期 日本海军一艘装甲巡洋舰的名称 1945年被美军击沉 日本潜艇的命名通常有三种方式 如清朝级潜艇 是以海流和潮汐的海洋现象命名 苍龙级潜艇 以海洋传奇生物命名 而大金号则是以水下生物命名 可以更好地体现潜艇的用途和性能 世界各国军事装备的命名 都遵循一定规律 但像日本这样喜欢以一战二战装备命名的国家 绝无仅有 日本从2000年中期开始 正式研制大金级柴电潜艇 2018年完成所有主要部件的试验 直至2020年首艇下水 历时20年 作为采用了大量新技术的新型潜艇 大金级潜艇 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较高的性能指标 从而使单艇的造价飙升至760亿日元 约合7.2亿美元 日本海上自卫队 目前装备的潜艇 为清朝级和苍龙级潜艇 而大金是继上述两种型号之后的新型潜艇 其实 苍龙级已经差不多要算是 当今世界最著名的AIP潜艇了 它引进了瑞典的斯特林发动机 是亚洲第一型采用ARP系统的潜艇 苍龙级据称有几个世界第一 排水量高达4200吨 是世界最大作战型常规潜艇 前身可达500米 是前身最大的常规潜艇 同时还号称作战能力世界最强 因此 苍龙级潜艇被誉为日本的骄傲 特别是从第11艘黄龙号开始 苍龙级配备了离离子电池 又创下了一项世界第一 大金级潜艇的设计与苍龙级非常相似 采用流线型壳体 尾部平面采用X型布局 其排水量达到了3000吨 长约84米 宽约9.1米 吃水深度为10.4米 可容纳70名艇员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造降音 该型潜艇在外挺身铺设了销声瓦 在内外挺身之间 加层加入了新型噪音细致涂料 增强了水下隐身的能力 在动力系统方面 大金级潜艇采用了高性能离离子蓄电池 取代了原先的铅酸电池 气用了目前主流的AIP系统 离离子蓄电池能量密度 是铅酸蓄电池的两倍以上 运行所需的维护则少很多 同时 其配备了两台大冲程的川崎12V25 31S柴油机 发电量比苍龙级提高了25% 这种高性能的搭配 使得该型潜艇水面航行速度可达20节 在水下高速航行时 速度可达4至5节 连续水下航行时间至少三周 且在航行时噪音更小 在武器系统方面 大金级潜艇首次配备的6具最新研发的 18型重型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既能发射89式重型鱼雷 也能发射潜射型鱼叉反舰导弹 总计携弹量达30枚 大金级潜艇的外观 虽与苍龙级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它的内部却几乎完全不同 首先 大金级潜艇使用了离离子电池 代替原先的铅酸电池 其次 其声纳和战斗指挥系统的功能 得到了改善 并且使用了新的吸声材料 和浮动底板结构 使其更加的安静 声纳系统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 大金级借助排水量大 有效载荷更高的优势 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和载荷 更从容地布置声纳系统 而且使用了最贴合的 舰手宝型声纳阵列 相比苍龙级 单位探测距离提高达一倍 加上挺侧布置的声纳 及辅助的拖拽声纳 大金级号称是 全方位探测 无声纳死角的潜艇 再次 它还配备了鱼雷式反制措施 可以弹射诱饵来躲避敌方鱼雷 从而提高生存能力 并且其操作式尺寸比较小 部分整合到了船体之中 这样的好处是减少流体阻力 并因此减少潜艇电池电量的消耗 此外 该潜艇还提供适合女性潜艇人员的环境 为女性船员登上潜艇做好准备 日本之所以不再继续发展苍龙级潜艇 主要原因除了大金级技术先进 内部结构做了大幅改进 各项性能指标有了大幅的提升 更关键的是 大金级潜艇还具备发射鱼雷和巡航导弹的能力 周围试本以后发射洲际导弹 甚至是类似系列的导弹 融入防空反导 反卫星提供了技术可能 目前 全世界能独立生产ARP潜艇的国家不超过7个 那么ARP技术究竟是什么呢 所谓ARP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 是不依赖空气推进 顾名思义 是指不需要获取外界空气中的氧气 仍能够长时间驱动潜艇前进的技术 但是这并不表示 安装有ARP动力装置的潜艇 就不需要上幅换气了 这型潜艇的水下续航时间 一般能比常规动力的柴电潜艇长上一倍多 但是和核动力潜艇相比 仍然逊色不少 但安装有ARP动力装置的潜艇 仍然可以在水下拥有长时间的潜航能力 算是对常规动力潜艇的升级改造版 而相对应的ARP动力装置造价也不便宜 基于常规动力潜艇和核动力潜艇之间 一般来说 常规潜艇搭载的蓄电池 以千酸电池为主 其优点是性能可靠 放电稳定 但体积较大 且电量有限 因此需要频频上浮充电 而离电池是近年来的新兴领域 其优缺电与老旧的千酸电池恰恰相反 体积小 单位能量高 充满电池后 理论上可以保证潜艇10天左右的水下活动时间 但其缺点也非常明显 那就是可靠性存在明显不足 非常容易自燃自爆 而日本之所以冒着风险取消ARP系统 转而使用锂电池 是因为ARP系统本身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 那就是无论瑞典斯特林动力系统 还是其他国家的燃料电池系统 其使用的液氧 液氢始终是有限的 并且潜艇本身没有再生能力 换句话说 一旦液氧液氢用尽 ARP系统就彻底失效 潜艇重新变成了普通潜艇 而锂电池的使用次数 理论上来说是不受限制的 由此可见 锂离子动力的电池 在提高常规潜艇续航力 高速机动性和隐蔽性等方面 有相当大的潜力 至于其今后 是否会成为各国常规潜艇 普遍采用的主动力系统 仍需一段时间来证明 不过成本是军事装备发展 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锂离子电池比铅酸电池更昂贵 比如苍龙级潜艇的锂电板 相比普通的成本 从原先的4.88亿元 提高到了6.08亿元 而大晶级潜艇则高达7.2亿美元 因此防务成本 也会成为技术路线的一个考量因素 按照计划 日本将建造7艘新型潜艇 在2号艇白晶号下水后 日本已经开始建造第三艘大晶级潜艇 并且已经获得批准再建造两艘 与此同时 日本在第一艘大晶级潜艇下水时 已准备开始进行下一代潜艇的研发 以此作为大晶级的后续型号 本期关于大晶级潜艇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来评论区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